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铁头 今天买了两斤排骨来做一道简单又好吃的蜜制排骨 先把牛排骨的血水清洗干净 现在吃牛排骨比吃猪排骨都要便宜的 牛排骨才30块钱一斤 猪排骨要30多了 冷水下锅 我们把牛排骨抄一下水 放几块姜片 撒上点料酒 好了 水开了有两三分钟了 我们把它捞出来清洗一下 把表面的杂质冲掉 洗好放一片沥干水分 准备两个番茄洗干净 番茄切大块 放一片备用 准备一点姜蒜切片 除了姜蒜片番茄外 还准备了小半碗的黄酒 三颗的黑胡椒粉 一块的懒乳 三个辣椒 三四块的香叶 还有两个小八角 锅中下油 倒入姜蒜面爆香 再倒入牛排炒干 然后倒入黄酒 把酒炒干为主 好 已经炒干了 我们把它转到电饭锅盘中 把我们准备好的材料放进去 再来点生抽 少许的蚝油 适量的盐 两勺白糖 再加入平面的开水 盖上锅盖 按包饭键 煲一个小时 一股香味 煲了有一个小时了 我们把番茄加进去 再把它搅拌一下 盖上锅盖 继续煲了半个小时 时间差不多了 哇 好香啊 包的也已经脱骨了 好了 可以出锅了 倒出来可以开吃了 留上一点汁 不要包的太干 这样子吃起来特别有味 点葱花点缀一下 这道蜜汁牛排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 很香入味 软烂脱骨 用这个汁来拌饭吃太过瘾了 很香 今天我们来吃排骨 还是我爸爸做的 你要做什么酱吗 问我爸爸 不是女排骨 牛排骨 我才知道 大家就笑我 太美味了 太美味了 不小心 吃多的 骨头掉了 骨头都跑了 嗯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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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